我昨天還剛沒 什麼感覺 好然後我們就是 對到自己畫的線 這時候就是 你要自己有預留量 啊你看喔 像我們這有時候會卡死 你就要慢一點 啊你自己的手捏好 然後輕輕一點 把你的鋸子踩起來 這時候就是要 練基本功的時候 我會用手捏著 然後讓鋸子靠 因為我不像網路上很多高手 很快就可以鋸了 我還是得 小心翼翼的來 我是建議大家可以把工作台做高一點 不然你的腰會很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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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盡量拒止就不用修啦,但如果你真的有一點點失誤的話 還是可以請就啦 然後最後我會檢查後面,因為我一開始都會拿稍微高高的 好,然後再來先拿先鋸 不要再鋸掉 有時候還是覺得傳統的比較好用 這個有時候逼金,不太好逼 我會說,不要再鋸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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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再鋸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好,然後最後就開找 好,就開找 建議就是先找 建議是先找 找面 我們都只會找一半 我是左中右找 因為先把兩側開 然後最後一下 再壓到線上 能夠垂直要垂直 啊如果你不好都要垂直 你就快出出 讓中間變成凹的 啊 電量不要傷到 還好那邊肉還有 這邊一樣 要破壞囉 這是萬損之王 還是要練 有空就拿來練一下 嗯 大家自己找的時候 不要找到凸的 有些人嫌這個麻煩他用路打錫 路打錫也可以 比較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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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機會就練 這個還是需要練的 這需要手指記憶耶 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 好,這邊完了換另外一邊 再修 最後再修 中間破破 好 這邊就比較爽快 這邊直接敲就可以了 這裡我會壓線走啊 太多的話就好 太多的話就好 三批 好 出weise 好的之後把你的熱絲拿掉 然後,薑乾淨 看我這邊是受傷了,所以我這也是要把它修掉 不然前面會有點可憐 我們這有個動作在清這個角落 然後我們把突起霧處理掉 那你多應該不多 如果真的有,要吃一點 比較大就比較麻煩,比較耗時間 比較小的話就很快 最後一個步驟,我們會檢查一下這裡 不要有凸的 這個步驟 好了 好 好了之後,等著我們的板子 退席 好,拿我的膠處 欸,等一下喔 這邊要看一下 這邊還有個地方 這邊還有個地方有點垃圾 不一樣 所以喔,在用鋸子的時候 盡可能的切到位置 先去 不是,在用鋸子 因為有時候擦這個一點點 就進不去了 有時候你擦這一點點,你要挑那個角很難挑 好,然後最後一個動作是 我也會學那個 我會把這裡倒一個角 不是從頭到尾喔 一點點而已 這樣不容易受傷 不容易把東西清開 這也會打得起來 好 好了之後 再檢查一次 不要有垃圾的意思啊 這裡有個垃圾 絕絕 你有一點點絕絕很有可能會把它撐開 你就擺住 所以自己也要檢查一下 如果不好挑,就拿米公公 這裡也有喔 這裡也有 真的 有時候太小了不一定是好事啊 然後我們就敲進去 白色那一隻 有時候太小了不一定是好事啊 然後我們就敲進去 白色那一隻的 好,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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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這是比較肥 好,這是比較肥 一敲 好,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哥哥這裡有受傷 啊,其他地方還算可以 我這裡受傷了 所以有開孔 不然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密合程度 好,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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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謝謝